那這個流派呢 還可以用 那沒有之前好用 但是還可以用 那我也做了一點點調整 我們來看一下我之前 好的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XVB 我們今天來跟大家分享聯賽 這次聯賽呢 蠻特別的 就是因為在聯賽之前呢 官方做了一個非常大幅度的平衡性更新 我們的德魯儀被削弱了一半 那應該有很多觀眾 無所事從喔 本來已經想好 聯賽要打什麼的 現在突然間變成這樣 怎麼辦 怎麼辦 那我們今天趕快來拍這個影片 好 我先講結論 結論就是我上一次不是有推薦的一個 超烏火球嗎 我們配了蠻多支 德魯儀在裡面的喔 那這個流派呢 還可以用 沒有之前好用 但是還可以用 那我也做了一點點調整 我們來看一下 我之前是 我之前帶了五支德魯儀 然後我直接把它 鎖性就改成兩支德魯儀 然後超烏直接多一支 也就是說 我 不要那個德魯儀的續航了 然後我就是直接多一支超烏 就等於是有點就是 反正就是什麼 弱把 什麼比例配少 但他還是要 當然有些人可能會想說 那能不能用天使 OK 也許也是可以用天使啦 但是我覺得就是 我現在就是這樣試 我覺得還是可以的 那你真的用天使也是可以 可是我覺得天使會有一個問題 就是你到時候會需要 防他的黑炸 他動作還是會 都不見 所以呢 你只帶三支 你還要帶氣球什麼的 我覺得算了 就兩支德魯儀儀吧 我目前是這樣 大家可以參考我的打法 法術上的配置就是之前超烏的配置 你可以看上次的影片 兩支積木騎士 等於是也是前面的開牆 然後我的超烏火球的 最主要的思想就是 這個前面的第一層牆 是用超炸或者是積木開牆 中間那層牆要南王的地震去開牆 中間那層牆要南王地震去開牆 最後一層牆要用跳跳去跳 這就是現在我覺得陸軍的一個很大的重點 你把握這一點 不管他怎麼削怎麼改 你用什麼東西 基本上都不會太慘 就是有一個大方向是對的 大概就這樣子 所以呢 我覺得大方向還是比較重要的 所以用我這個大方向 你的火球就是基本功 你是該怎麼炸 炸哪裡是必至高 那是另外一件事情 我們的陸軍推進的大方向 牆壁怎麼破 才是我們的這個 整個思緒的重點 好 所以呢 像這個 這個呢 到底炸哪裡 我說真的火球沒有到很緊 那我給你講一下我的打法 就是呢 我會選一個可以炸CP值高 然後可以很完整的去做接下來的路線規劃 但我也不會強求一定要很高 比如說 炸這個巨石杯 是可以把後面的兩個小屋加上那個 這個什麼東西 火塔給炸掉的 可是你要炸這個巨石杯 你要多放 可能要放兩個 我覺得啦 應該要多放兩個隱身 就是要把這兩個也遮掉 然後可能會有一些失誤 因為你多放太多隱身 就很容易不好控制這樣 所以呢 我就決定比較簡單一點 我們就炸大條 炸大條超級簡單 就是右邊左邊這樣就可以炸它掉了 先探一下 所以這邊是有電塔的 所以我們再把這個給 那個隱身 隱身 隱身 放出來 然後炸 OK 那我們確定把這個巨石杯給炸掉 那就這樣就好了 就這樣就好了 我們也不要說什麼太貪心什麼的 然後女巫放出來 好 那這個很簡單就是 男王拉走之後女巫拉過來 然後我們會放學徒 放兩隻的巫醫就兩隻就好了 就這兩隻 那你看看 補血量變這麼小還OK嗎 其實還是OK 因為他其實你前面受到的傷害 真的也沒這麼多 這些東西都只是讓他進去之前 能夠保持好狀態 你這樣想 他不是在補血 他是讓你在進場之前保持好狀態 就這樣子 然後呢 這邊就是做斷邊斷邊 那外面這邊就是我之前講過 黃毛用擠的 那只要從以前看過礦珠的影片 你就知道擠的這個概念是怎樣 黃毛用擠的 可以看得出來我叫黃毛在擠它 好 然後呢 這個 兩隻那個 積木騎士給他放出來 破牆破牆 第一層牆一定要用積木騎士破 我怕我的積木死太快 所以我選擇冰凍一下對方的這個 女王 男王走的方向跟我想要的方向不太一樣 被黏到殺手之後直接壓這個地震 那這樣的話其實基本上大部分的牆都破了 那牆不是破的特別漂亮 我希望男王在裡面再破 但是剛剛沒辦法先壓了 所以呢 這邊再跳跳去 往中間跳過去 好 所以有一些小失誤 然後呢 這邊直接中間強火力 女王希望把大盆給打掉 結果失敗了 女王沒有把大盆給打掉 好 那這樣的話就只好神盾補大盆 還好 OK的 好 那這樣的話接下來呢 這個看起來還是會是一個三星 那 呃 有點吃力 確實沒之前那麼簡單 所以 結論給你們 可以打 沒有之前那麼簡單 可以三星 那 還是可以用 這一招 配置上的話我就直接把德務儀減少 然後 大概就這樣子 然後增加一個草屋 其他的就是亂加 也加一點女露神 加一點黃毛 什麼都是一樣的 其實意思是一樣的 好吧 那 OK啊 那神盾 神盾的那個 裝備變弱了之後 改弱了之後 我用了什麼 我現在還是用加速野豬 所以 即使加速野豬改弱了 我還是用加速野豬 所以呢 這是我自己 我目前還是覺得加速野豬比較好用 你們還是可以參考一下 所以他真的之前的改弱方向還是對的 你看 即使改弱你都還是想繼續用 所以代表之前真的太強了 那你看德魯伊也是一樣的 他都砍一半了 其實還是有兩支想放進去 那 我會覺得 OK 我是這樣子 很簡單評論一下這一次的平衡更新 對 大家可能會覺得說 你在聯賽前突然改了 有一點點無所適從 但是 你真的想一想 你看他改了之後 我還是用 就代表之前真的太強了 所以確實之前 應該是 不是這個改的問題 是之前真的做的太不平衡 所以他也太強了 所以他必須改 必須改 好 那往好方向講 就是OK 他確實在往平衡的一點方向去更新了 最平衡的狀態應該就是 你用這個好像也可以 用那個好像也可以 這樣才對 對不對 比如說 我就在講裝備 就應該要是 用A裝備好像也不錯 用B裝備有的時候也不錯 大概就要這樣子 才會是最平衡的狀態 好 現在如果有一些很明顯的 就是 就是一定選的 無腦選這個 那就代表他可能沒有做到太平衡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那配置是一模一樣 我兩個號現在配置是一模一樣的 那這邊呢 我們來炸一下 其實可以直接炸大雕 然後就留在右半邊 那其實這種 鑽石正 我比較喜歡先炸 不要炸對角 炸這個大本旁的四分之一處 就是大本在這邊 炸右邊或左邊這邊 這樣子的話 你會繞一圈 然後這樣子到最後打完之後 會比較順一點點 我個人覺得 如果找得到好的點的話 那我想要炸這個點 炸這個點的話 你乍看之下 這邊一些火球的小技巧 雖然我火球真的沒有到很研究 但這還是有些小技巧 你乍看之下 好像怎麼樣放都炸不到這個頭石 一二三四 這邊塔那麼散 但是你如果發現 這個外面其實這個是怎樣 兩隻黃毛可以打掉 這個 兩隻黃毛可以打掉 而且你本來等一下就是要打他 所以你兩隻黃毛打掉一隻塔 本來就是賺了 然後他又可以讓你有機會炸到裡面 所以我們就這樣操作 聽懂嗎 你先把孤單的一些很弱的塔 兩隻黃毛給他打掉 他這個就在防火球 那你這個就直接 慢慢打掉 那這樣 打完之後呢 我們再來看一次這個陣型 一二三 這個塔根本就完全露出來了 所以我們就直接一個小攻守 贏贏贏贏 好那這樣的話就炸成功了 有沒有 那 這個塔的形狀 有點尷尬 但是 也就先這樣 然後這邊就直接 好我這邊就是 呃 女王加上訓練影就是 就是一個大段邊用的 然後中間就是等一下 黃貓會擠進來 這個大概都是這樣 比較麻煩的是 這邊這個塔 是不是 不會倒 那沒關係 等一下就出來了 然後就直接擠進來 都順利了之後呢 我們就直接會放我們的女武神 這邊比較討厭的是 這個巨石很痛 可是我已經只剩一個冰凍了 所以我不想要先來用 只好先壓大 蠻王的技能 但是還好是這裡面的這個 牆壁並不多 所以蠻王技能是可以先壓 這個我已經先看過了 那所以呢 就是你要打蠻王的地震 到底要壓在哪裡 這個是對你的整個路線很重要 那神盾當然理所當然 走下去 中間 中間那個狂暴丟的有點太上面 稍微的 然後冰大的 好 就直接回去 那這邊已經少了 德魯儀的那個續航 會差蠻多的 所以 看起來也是一個 應該是一個三星沒有問題 但是一樣就是 感覺之前應該會更輕鬆一點 那現在就沒那麼輕鬆 但是 他 還是可以用的 那 給大家一個方向 所以如果你在 你之前在半個月前 有看過我的這個 超乎火球的影片 然後你覺得說 還不錯 德魯儀被改弱了 那怎麼辦呢 OK 繼續用 那德魯儀改少一點點 超乎改多一支 就直接繼續用 還是可以用的 那希望這部影片呢 可以幫助到大家 在聯賽中打出來 主要是 趕快先拍啦 因為我這個才剛改嘛 然後打完DK就趕快先拍了 因為我也在測試中 那我想 應該有很多人 現在在猶豫是 那我到底是 要回去打以前的 積木女武呢 還是要打 超乎火球呢 還是我乾脆 牙一咬 來打個龍好了 那我覺得 如果你超乎火球 是練得OK的 就繼續用 然後 德魯儀改天使 或德魯儀改少一點 這都是可以的方案 甚至我想過說 我最後一個方案是 不然我帶石頭 我這樣想 但是我覺得 兩個德魯儀我試了一下 我覺得 還OK可以三星 那我就先 我就沒有再繼續實驗了 就先停在這邊了 那如果你有什麼好方法的話 也歡迎在留言 讓我知道一下 我們就下部影片見 我們下部影片見